为什么在起飞前明知有问题 机组人员还要继续起飞 这是西安94年6月6日特大空难的真实影响 一架满载160人的航班坠毁 146名乘客和14名机组人员无意人生还 1994年6月6日西安咸阳机场 WHR-2303航班的机长李刚强登上了飞机 那时的他已经年满46岁 飞行时间超过了12000小时 在那个年代已经属于是拥有顶尖飞行经验的机长了 副机长很年轻只有25岁 飞行时长仅有700多个小时 早上8点13分 这架由前苏联制造的154型客机从咸阳机场起飞 然而就在飞机刚刚起飞24秒 飞机就开始出现异常的摇摆 摆动幅度甚至超过了20度 飞机本身也传出各种异想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内衣 机舱中的乘客开始出现骚动 很多人甚至开始吵吵着打开舱门 他们要跳下去 此时空姐开始安抚乘客 表示这是飞机起飞时气流干扰造成的正常现象 随后就嘱托大家赶紧系好安全带 机长李刚强也保持了冷静 因为飞机起飞时 因为气流造成飞机摆动 属于非常正常的现象 只是这一次的摆动幅度比较大 按照一般情况来说 只要飞机进入到平流层 这种抖动就会快速平复下来 随后机长和在地人员交流 让飞机以400公里的速度快速飞升 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随着飞机飞行的高度越来越高 飞机的一场摆动不仅没有得到缓解 反而还越发的严重 机身摆动的幅度一度超过了30度 这对于没有飞行经验的乘客来说 他们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飞机这样的摆动 1994年飞机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 当时乘坐飞机必须要出示大单位的介绍信 那个时候能坐飞机的人 一般都是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 或者是一些关系很硬的商人老板 当时的一张机票非常贵 相当于普通人两到三个月的工资 但是有钱人也不见得能买得到机票 对于飞机如此大幅度的摆动 这些有身份的人更加紧张了起来 机长李刚强立即命令机组人员检查工作舵机 随后接通了自动驾驶 他想让飞机通过自动驾驶来改善飞机摇摆的情况 但是一番操作下来 并没有什么作用 飞机依然还在剧烈地摇摆 驾驶舱内的气氛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此时副机长提出可以断开一个舵机的方法 可很快就遭到了别人的反对 认为那东西不能随便断开 飞机的飞行速度非常快 由于自身的大幅度摆动 飞机很快就脱离了既定的飞行路线 此时飞机已经飞到了4700多米的高度 可是依然没有人想到 应该拿起飞机的检查单来逐个排查飞机出现故障的原因 这是西安66特大空难的真实影像 90年代能坐上飞机的人 大多都是一些有身份有名望的人 因为那个年代想买机票 不单单是要拿出普通人两到三个月的工资 还要出示各种大单位的介绍信 可就是这样一群非富极贵的160人 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94年6月6日 飞机从早上8点13分起飞开始 一直到早上8点18分 机组人员始终无法解决飞机异常摆动的情况 在机长李刚强开启自动驾驶模式后 飞机不但没能通过自动驾驶平稳下来 反而摆动的弧度再次加大 厉害的时候甚至一度超过了40度 机组人员陷入一片慌乱 飞机上惜命的乘客也开始大喊大叫 他们想赶紧逃离这架飞机 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 此时飞机的高度已经来到了将近千米 机长李刚强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飞机的操纵台上 他绞尽导致的想 到底还有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飞机摆动的异常 随后他取消了飞机的自动驾驶 打算依靠手动来稳定住机身 可无论他如何执行那一系列操作 飞机始终无法恢复平稳 由于飞机的倾斜角度过大 飞机自动触发了报警系统 机舱内顿时响起一阵刺耳的警报声 随后飞机开始上哑 仰角到达20度的时候 飞机开始以3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降 地面指挥在街道报警后 立马下令让WHR303次航班返回机场 可现在机组人员已经无法控制飞机了 8点22分 飞机的倾斜幅度达到了最大的70度 紧接着在12秒之内 飞机从4717米的高度直接下降到了2884米 平均每秒下降150米 严重超过了这架飞机能承受的冲击力 地面指挥从驾驶舱中听到了几声机体断裂的巨响 飞机在2884米的空中解体 最终坠落在距离咸阳机场49公里处的一个菜地里 飞机失事之后 调查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了事发现场 当他们壮着胆子去查看的时候 甚至找不到一具完整的尸体 更没有发现任何幸存者 唯一一位在现场发现还有呼吸的乘客 在几分钟后也停止了心跳 根据法医检验得知 他们的死因大多都是颅骨骨折 以及身体多处的突发性骨折 这都说明了他们在临死前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力 随后他们找到了黑匣子 开始调查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 最终他们从里面找到了三具非常重要的线索 仅仅在天空中飞行了九分多钟 飞机就因为故障直接从4700米的高空坠毁 最终飞机里的160人全部丧意 要知道那是1994年 能坐飞机的可都不是一般人 飞机失事后相关人员立马找到飞机内的黑匣子 想通过里面的录音来调查这起事故的原因 他们从黑匣子录音中听到了三段对话非常重要 一段是机长李刚强说的 我的飞机开始飘摆 30度飘摆 随后是副驾驶杨敏的声音 不行啊 飞机摆得更厉害了 最后一段录音是机长新天才说的 看这边看这边 速度失速了 通过这三段对话调查员立马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那就是飞机自动驾驶的系统出现了故障 很快他们就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了故障原因 在飞机的自动驾驶仪安装座上有两个插头 但是这两个插头竟然插反了 正常情况下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受到外界气流扰动时 阻尼器就会产生阻尼力举 避免飞机因气流影响造成摆动的现象 可这两个插头一旦插错 航向阻尼器和倾斜阻尼器就无法正常工作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会受到极大的努力 从而导致飞行员无法正常驾驶飞机 阻尼器的工作负荷也会急剧增加 最终导致飞机飞得越高 就会产生越严重的摆动和偏航 最终飞机就会因为无法保持飞行姿态发生翻滚 结果就是导致失速并坠毁 因为前苏联制造这架154飞机时有制作缺陷 它的航电系统插口设计太过单一 很容易发生插头插错的现象 而且还没有防插错的安全设计 在飞机出事前两天也就是6月4号 这架飞机进行了一次维修 操作员是一名有十多年维修经验的工段长和两名实习生 正是他们的大意 导致维修安装完整后两个插头插反 他们觉得没有问题也没有进行复检 这才酿成了最终的大祸 每一次飞机成功的飞行 都离不开机组人员地勤人员工程师等等 一大批人前夫后继的认真细心和努力 一架飞机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零件 哪怕是一颗螺丝钉出现了问题 最终都可能导致击毁人亡 希望咱们从事任何载人行业的工作人员 都一定要在工作时认真细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